我們台灣一貫道也是我們全球一貫道總會 我們理事長王寶中前人 還有我們的市長夫人 還有我們所有各道場的前人 還有我們點傳師 我們的譚主 我們所有的道親 我們台南市議會的大家長 郭信良議長 我們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我們所有的貴賓 大家早 郭信良議員早 一貫道不像大家庭一樣 在這個大家庭充滿溫暖 而且我們有千人多 我們的父親中東來核心董金 尤其我們的王理事長 今天我們的主辦單位 經典文教協會我們的王理事長 我相信帶領著我們所有的道親 一起傳遞我們的校道 傳遞我們的所有五輪八德 能夠到每一個角落 我們現在教育其實所欠缺的就是在這個區塊 如果沒有校道 如果沒有經的一個概念 我相信我們就會違反的常理 違反的道德 所以在這個當中 我們也希望未來在各個學校 我在中央 在教育部 我們也是積極來推動 在各國中小 應該從最基礎 不只從國小 而且也應該從幼稚園 就應該從我們的讀金開始 讓他們知道我們的校道在哪裡 我們的五輪八德在哪裡 讓他們能夠從小就更生低故 所以在我們這一次我們的讀金狀元裡面 剛剛我們的理事長有說 從兩歲到九十幾歲 就表示其實在整個道德的一個概念當中 我們要不斷不分你我 不分年紀 不分時間 我們就是大家要一起推動 讓我們一起加油 也謝謝我們所有的道青 在這個區塊努力的推動 也讓我們這個社會更有愛 更有溫暖 更有孝道 在此祝福我們今天整個活動圓滿成功 也祝福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再一次謝謝大家 謝謝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謝謝我們的陳立法委員 謝謝我們的陳立法委員 那緊接著我們邀請我們的 郭姓良郭議長 瓦特地波榮來參與我們的頒獎典禮 讓我們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郭姓良郭議長 謝謝